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人物展映的时候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个在教会史上重要的人物 Jonathan Edwards 约拿丹爱德华之上集 本集的内容就是说到他的生平 以及他在视频上的一些很重大的转变 我们先看看他的生平 爱德华之Jonathan Edwards 是美洲殖民地和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1703年10月5日,他生于康涅提克咒的军沙 而他的父母出生于清教徒后代的家庭 爸爸是牧师,妈妈是Northampton第一教会牧师 斯陶达 Solomon Stoddart的女儿 而他自幼在家中受虔诚的宗教教育所分徒 而在13岁入了耶鲁大学 而1720年毕业 继续在校研读神学 你会看到,爱德华之和上两集所说的《约翰·牛顿》 是很不同的教学背景 当他17岁的时候,爱德华之有重生的经验 他读到提摩泰前书第一章17节 他说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扭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阿门 他想到将永远享受那一位神的同在,心里有无限的喜乐 而在1722年8月,那个不足19岁的青年人,还在耶鲁大学读神学 受拼于纽约苏格兰奖务会的牧师 而到1723年5月就到任了 1723年1月12日,爱德华之有一个庄严地向神奉献自己 而且他记下了一件这样的事 他说 我将自己的生命和一切所有都奉献给神 将来凡事都不自己作主 凡事都不自行自己行动 我庄严许愿要唯独以神为我的整个生命和喜乐 在盼望和生活上缺不以别的作为生命的一部分 而且以神的话作为我服从神的规范 应该揭力抵挡世界情欲魔鬼直到此生尽头 看不到这个誓言很严厉 而那一年他就获得碩士学位 第二年他留在耶路任教 而不到两年,也在1726年因病辞职 而在27年,爱德华之受邀为他的爱祖父做助理 而同年7月就与Sara Peirut Pond 杀拉,这个女士结婚 而两年之后,斯图达牧斯就以85岁的高龄去世 而爱德华之计任为牧斯 年轻的爱德华之和当地其他教牧 就觉得教会是一个分岁的状态 对人的灵魂极为关心 而在1734年,他在教会的讲台上 开始强调传福音的重要 起初没有显处的影响,但他也努力不懈 而在年底以前,他看见圣灵奇妙的动工 几年之内,汉普顿附近的一个村镇 就有相当多人去信主 而呈现一个复兴觉醒的迹象 而他的会众有三百多人承认基督的名 而爱德华之,他自小的时候擅长于逻辑分析 表现出深算的科学头脑,智学头脑,方法等等 而现在他用在对熟灵现象的观察和报道 结果,书成就是现在看到这本书 叫做《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这本书是一个技术 在1737年同时在伦敦和波斯顿出版 而到了1738年末,已经再印了很多版 而这个书是普遍传众,为大觉醒作作准备 他观察到起初是人关心罪行的败坏 而以后就关注到罪深的问题 而有很深刻的悔改 如果大家有兴趣,找这本书看看 在事奉上,他经历了很大的转变 原来爱德华茲在1737年有一次 他照着平常的习惯,骑马到森林里讨告默想 你明白吗?那时代的人是很轻骑马的 他就说 我在义仗里看见神子耶稣基督 是多么荣耀奇妙伟大 完全圣洁 他满有恩典和慈爱,温柔而谦和 他的恩典平静到很甜蜜 伟大到充满天上 基督就是这样 这种超级完美 超过了他用言语所能形容 足以涵盖了所有爱德华茲的思想和观念 他就想 他就继续在神的充满下 有一个小时之久 在那段时间里,大部分的时候 他都流泪并且放声大哭 可德华茲继续这样说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 只能说 感觉灵魂的灼热 倒空而不是消灭 躺在地上 又完全被基督充满 用神圣清洁的爱去爱他 信靠他,为他而活 侍奉和跟随他 传言成圣 并且成为清洁 圣洁有神 圣淑天的清洁 我有多次 大致相同的圣质体见 而且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 即是说 当时他的属灵经验到很高峰 然后他又说 我亦有很多次经历真神第三位的荣耀 作为神圣的工作 第三位就是圣灵 这个圣神的运作里面 将神圣的光和生命输送给灵魂 神的圣灵 显现出无限的神圣荣耀 全员和甜美 能够完全充满灵魂 宵贯 甜美的交通 如太阳的荣耀 甘甜而喜乐的注入光和生命 有时我感到神超奇的话 是生命之道 是生命的光 甘美的 超越的 能够赐予生命的道 伴随着渴慕神的话 丰富的住在我的心里面 以上这段说话 就记在爱德华兹的The Works of President Edwards 这本书里面 1740年 George Whitebilt 记不记得这个名字吗? 这个的威特菲 在尔航牛敦那里出现过 他也是很受他的广道影响 而同样 这个人就由英国来到美洲殖民地 生灵的能力与他同在 仿佛猛烈的风掃过一样 神就使用他的仆人 刺下了灵性的大觉醒 而神的时候就终于来到 而爱德华兹听到青年报道家 George Whitebilt的声明 他就写了一封情辞狠切的长信 邀请他来到港道 希望对自己和惠众的灵命 可以得到益处 而在740年10月17日 威特菲在新英格兰旅行报道里 去到爱德华兹牧养的北汉普敦教会 在新托建的一个很大的教堂里讲道 而在日记里记载10月17日 星期五 爱德华兹先生是坚实的 最优越的基督徒 但是现在身体软弱 我想我在全新英格兰地区 未见到可以和他相比 当我登上他的港台 提到他们起初的经历 那个时候 他们怎样的热心和活泼 牧师和会众都深深哭泣 看到吗 一个大复兴的时候 由上到下 每一个教会里的人都深受感动 被神说他感动 而当时并不是旅游发达的时候 周末 威特菲 受到爱德华兹牧师的接待 在他的家里居住 而当时的女主人 Sara 他对客人非常温和有礼 Sara 当然是爱德华兹的太太 而且他们儿女成群 一共生了11个子女 八女三男 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无犯家庭 他被威特菲留下深刻的印象 10月19日 星期日 在爱德华兹先生的家 感到大为满足 他们是我所见过最可爱的夫妇 他们的小鸚仔 并没有着凌来囚段 非常朴素 但显出基督徒那种简约的榜约 爱德华兹夫人 是个以温柔安静为装饰 专谈论神的事 显然她是丈夫的言慰助手 而有好几个月 我都没有为自己的婚事祷告 但看到他们夫妇 使我重新在神面前祈求 如果合乎神的旨意 赐下阿拉罕的女儿 给我做妻子 那时候 威特菲已经25岁 而爱德华兹比他大十多岁 在思想上已经相当成熟 但他对青年人的爱护 非常推重和非常难得 而这个威特菲的神学观 转变为改革宗思想 而这个威斯利兄弟就这样想 可能是受爱德华兹的影响 所以这两个人相差十多岁 爱德华兹是大 威斯利是有十多岁的 互相影响 而爱德华兹夫人也写信给她做牧师的弟弟 在北汉普敦教会聚会的情形 而她说 我看到成千的人秉释静听 只偶然有掩益的绝依 她对未受教育和有良好修养的人都有影响 据说她在英国报道的时候 很多抗工听到都会流泪 在他们乌黑的面壳上留下两条白痕 她从却亮热爱的心说 口弱缘何滔滔不绝 几乎无法抗拒 从听到她传扬基督和救恩 在北汉普敦有很多人 很多人就开始了新的观念 新的盼望 新的目标和新生命 可想而知 一个熟神的仆人 对于信徒的影响力很重要 不知我们由你的教会 跪教会 或者你在成长里面 有多少个是一种 真的很有生命 属神生命的目捨 影响你的生命呢?